汤勺咬著金黃蛋液一勺勺都是滿的 阿姨超霸氣 毫不猶豫 把蛋液全都倒進煎台上 蛋液混合粉漿 在煎台上慢慢變熟 撒上大把蔥花 把煎得焦香的粉漿蛋餅翻面 簡單的原料超傳統古早味 最令人吃驚的是這一份 只要銅板價20元 阿姨拿個盤子 把煎好的粉漿蛋餅不停地往上堆 別懷疑這堆成小山的 就是一份的份量 一般女生的食料一定吃不完 男生吃一份可以飽到下午 現在蛋價又調漲了 阿姨還是放蛋不手軟 就是要讓大家吃飽 也讓熟客都好擔心 勸她要漲價 很佛心啊 她很久都沒有漲價 她去年沒有漲 今年沒有漲 一個蛋餅20塊 調整到25或者30 我是覺得說還 我們還可以接受 這粉漿蛋餅都是阿姨自己手工打粉漿 雞蛋跟蔥花也是放足了量 阿姨說她賣了40年 客人從小時候吃到當阿公 味道都沒變 一樣傳統 不然生氣又用不去 要過就好 現在蛋價又重回歷史新高 阿姨還是堅持不漲價 一大盤蛋餅就是銅板價只收20元 要讓大家吃飽 這蛋價高漲的現在 現在堅持不漲價的蛋餅 除了飽足感 賣的就是那份最難得的人情味 三區有黃大衛 古福先生高雄報導 好 很酷 協調